挑高的格局 米黃色的顏色 這是預計在10月22號舉辦 落成啟用典禮的土城大安活動中心 新北市議員林金傑和大安里里長張俊龍 陪同工程人員 市府管理單位進行完工點交 大安里的里長對於這個爭取30多年的活動中心 能夠再過幾天對外開放 終於可以放下心裡牽掛的大石頭 要謝謝議員的用心幫我們找到這個公園 裡面可以來蓋一個活動中心 而且這個地點很適中 離捷運站也很近 然後對李明來講的話 有公園可以運動 然後又有活動中心可以來上課學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活動中心 它將來是 會是我們儲存的一個新的地標 因為將來這邊房子蓋了以後 大家都會往這個公園來跑 新北市議員林金傑表示 透過都更方式 爭取在新建的城安公園內 播出15%興建活動中心 同時這也是新北市府首開先例 以參與市預算來興建五座市民活動中心 而且是以貨櫃屋的方式來興建 但這種創新的方式是好是壞 大家都沒有過經驗 他特別找來德標廠商 協同里長等人 南下實際勘察 有沒有案例可以讓我們來了解 後來這一個建築師跟區長跟當理理長張俊榮 跟日和理理長李福勇 我們一起那麼到了高雄到了這個屏東 看了幾個個案的完成 我們有進去參觀 我們覺得就是說在夏天裡面會不會太悶熱 冬天會不會太冷 那麼後來我們經過我們去實力考察回來之後 我們覺得還可以 還很OK 所以說我們才很放心的 繼續我們後面該走的這些程序把它走完 新北首座貨櫃輕量構造的活動中心 一共有五座 分別在土城 五谷等地 單活動中心採用剛構加上貨櫃的結構設計 外表漆上了紅色烤漆 和傳統的活動中心有明顯的落差 相信這一種創意活潑的外觀 將會成為土城的新地標 數位天空新聞 土城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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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